一口气看完张作霖八个儿子的结局 其中一个不仅是少将 还是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 第一位长子张学良 张学良自汉清 浩一安 辱名双喜 籍贯辽宁省盘景市大蛙县东风镇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 被评为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张学良出生于军阀混战的年代 幼年时的张学良一直跟随母亲居住在新明县 随着父亲张作霖的兵力不断扩充 1907年张学良开始从事学习 他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陷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 黄孤屯事件之后 张学良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毅然宣布东北意志 服从国民政府 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1930年 中原大战爆发 张学良令东北军入关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避免了新的军阀混战 由此登上了政治生涯的巅峰 但1931年918事变时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 受到全国舆论谴责 1936年12月12日 为挽救民族威王 劝见蒋介石改变 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毅然在临统对蒋介石实行兵舰 扣留来闪都战的蒋介石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一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 他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 1990年才恢复人身自由 1995年 张学良离开台湾 乔居美国夏威夷 2001年10月14日 病逝于檀香山 享年101岁 第二位 次子张学明 张学明自西清 辽宁海城人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张学明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传奇 他出生时 张家看门人老薛 午睡做了一个梦 梦中一小喇嘛 只闯入院内 老薛起身追赶 而赵春贵 恰好与此时生下了张学明 迷信的张作霖 曾枪杀过一个小喇嘛 认为这是小喇嘛 来找他算账的 因而不喜欢张学明 青少年时期 张学明进入东北奖舞堂学习 1928年 他被送到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留学 兼任中国驻日使馆见习武官 留日期间 他收到哥哥张学良的鼓励信 信中激励他努力学习 增长才干 不要沾染就官僚的恶习 1929年回国后 张学明在东北军中任职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 张学明随兄张学良 入官支持蒋介石 同年10月 在武铁城举荐下 他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从此跻身国民党政见 1931年3月 张学明担任天津市市长 兼任公安局局长 在任期间 他成功平息了 由日本人组织的两次暴乱 当时的天津各方势力交织 日本势力尤为猖獗 日本为了达到其侵略目的 策划了便衣队暴乱 在第一次暴乱中 张学明等人提前接到密报 做好防备 战斗打响后 全体军警奋勇抵抗 经一夜激战 取得胜利 还俘虏了部分便衣队队员 其中抢烧盈略的为首分子 被就地政法 然而 日本人不甘心失败 再次策划了第二次暴乱 尽管张学明率不坚决回击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 无奈选择了退让 最终张学明被迫辞职出国考察 在德国期间 张学明遇到了前北洋政府代总理 朱起前的女儿朱洛云 后来二人结为夫妻 抗日战争初期 她先后居住在欧洲和香港等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她返回内地 居南京 1943年 被迫接受日委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1945年日本投降后 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 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 东北行员参议室副主任及中将总参议等职 1949年前夕 张学明拒绝前往台湾 选择留在天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她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1950年 张学明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 毕业后 她被任命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 1954年 张学明希望请中央领导人 为人民公园提写原名 在张世昭的帮助下 得到了毛泽东主席 亲笔提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字 以及富含一封 之后 她还担任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等职务 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 她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 未受冲击 1976年以后 张学明先后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 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 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1983年4月9日 张学明因该硬化引发的 十道静脉曲张大出血 经抢救无效 并逝于北京 终年75岁 张学明的一生 有着许多重要的经历和贡献 尽管曾在日委政权任职 这一经历存在污点 但她在主政天津期间 坚决抗击日军暴乱 展现出了英勇和国感 新中国成立后 她也在自己的岗位上 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位 三子张学增 张学增自远轻 她年少时较为顽皮捣弹 是帅府中唯一赶当面 向张作霖提要求的人 她的性格倔强 即使面对张作霖的训斥 也会要求父亲讲出理由 这常常让张作霖又气又无奈 成年后的张学增 曾在北戴河 交往了一位外国女朋友 此事被其母亲许夫人知晓后 遭到了强烈反对 许夫人认为 堂堂中国人不应娶外国女人 一怒之下 她命张学增跪地 拿起鞭子抽打她 还将其绑起来 交给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学明处理 张学明不知如何是好 又把这件事交给了张学良 最终 在张学良的劝说下 此事才得以平息 1928年6月4日 张作霖被炸身亡时 张学增也在那趟列车上 当时 张作霖对外宣布 6月1日离京回凤天 后改到2日 可2日也未出发 不过五夫人带着一众家人先走了 张作霖于3日才动身 陪同她的是6夫人和张学增 途中 张学增因与张作霖发生争执 一气之下离开张作霖所在的10号车厢 去了9号车厢 也正因此 她幸运地逃过一劫 当列车行至黄孤屯三栋桥时 张作霖的10号车厢被炸飞 吴俊升当场身亡 张作霖喉咙也被炸出大洞 血流不止 张学增所在的9号车厢 虽脱轨起火 但她仅受轻伤 她从车厢爬出后 与军医一同救治张作霖 并和众人将张作霖台上车 送回大帅府 可惜的是 张作霖伤势过重 于第二天上午离世 西安事变后 张学增的哥哥张学良被扣押 她曾多方奔走 试图营救大哥 但最终无果 此后 张学增不愿在面对蒋介石 愤而出国 后定居美国 并在联合国任职 她共有二子一女 均在美国生活 关于张学增的去世时间和年龄 并无确切地公开报道 第四位 四子张学斯 张学斯自树青 曾用名张访 辽宁省海城县人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 张学斯出生于凤天 她母亲是许树阳 张学斯年少时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八岁进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 曾参加声援武萨运动的示威游行 1931年918事变后 张学斯力劝张学良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在好友王晶晶的帮助下 他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 1933年4月 年仅17岁的张学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党组织委派 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 1937年77事变后 张学斯去西口探望张学良 之后 根据组织决定 他积极联络东北军上层人物 争取释放张学良 1938年初 他在河南衍城开办了 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 同年4月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达延安 受到毛泽东接见 1939年9月从马列学院毕业后 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北干部队队长 次年与广东姑娘谢雪平结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张学斯奔赴华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率东北干部队 开赴警察纪军区工作 历任集中军区参谋处处长 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等职务 在1942年的五一反扫当中 他参与指挥的长使战斗 受到了八路军总部通报表扬 抗日战争胜利后 张学斯被派往东北工作 1945年10月 他出任辽宁省主席 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发表了告东北同胞书 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稳定人心 组织民主选举 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 他还与陶柱 邓华等人合作 建立人民武装力量 面对复杂形势 他和同志们一起积极应对 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初 中央决定筹建人民海军 张学斯受命负责创办海军学校 他与众人共同努力 仅用两个多月时间 就完成了选择校址和各项建设工作 1953年3月 张学斯被任命为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同年赴朝鲜战场建席 1956年8月 他去苏联弗洛西洛夫海军学院学习 1958年8月毕业回国后 主持海军司令部日常工作 1961年3月 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在文化大运动中 张学斯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 于1970年5月29日韩恨逝世 终年54岁 1975年4月8日 海军根据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批示 召开了为张学斯同志平反 恢复名誉大会 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张学斯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第五位 五子张学森 1920年 张学森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是张作霖五夫人授意所生 张学森的童年充满了淘气与活力 八九岁时 张学森见父亲及家中大人 客人从宜门走过时 卫兵总是立正敬礼 觉得好玩便在宜门来回跑 甚至故意碰到卫兵的枪 还耍赖骂卫兵 结果被张作霖得知 张作霖爱子但不袒护 他脱下军鞋 将张学森摁倒在宜门 当着卫兵的面用鞋底狠狠抽了他一顿 并让他当场给卫兵道歉 这一事件后来也使得宜门被人称为教子门 1943年 经张学良的专机驾驶员白尔介绍 张学森进入美国的康德鲁次空军军官学院留学 1945年春天 他学成回国 918事变后 张学森离开沈阳玉居天津 后来又前往台湾工作 然而 张学森一家前往台湾还有另一层用意 那就是希望能与张学良见面 为了打听张学良在台北的住处 张学森拖进关系 甚至常利用休假亲自驱车到台北郊区寻找 可张学良在台湾的踪迹依然难以寻觅 直到196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 张学森得到张学良救部的消息 军统当局终于同意他及母亲受服人 可以去台北与张学良见面 这是他们长达30年阔别后的第一次重逢 但那次见面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张学森仍然不能和大哥随便接触 1966年 受服人在台湾病故后 张学森一家前往美国定居 并在一家航空公司任职 1993年 张学良第二次去美国探亲 张学森为张学良在夏威夷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为大哥大嫂办好了在美国长期定居的绿卡 张学良出到夏威夷时 与张学森住在一起 后来他们经常往来欢聚 一起平民听戏 闲话家常 有时还会在面向大海的房间里 吟唱几段折子戏 1995年8月下旬 张学森在夏威夷接到北京发来邀请函 心情十分激动 他临行前向大哥张学良辞行 却没想到这竟是他们今生的诀别 在北京座谈会结束后的当晚庆祝酒会上 张学森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极其为朋友们演唱金剧《空城记》 他自证腔圆的演唱不时博得振振热烈掌声 也许是心情过于亢奋 也许是触景生情 当晚时时许 张学森突发关心病 医院虽全力抢救 但最终无效 他病逝于北京医院 中年75岁 第六位 六子张学俊 1922年 张学俊出生于沈阳 他是张作林武夫人受益所生的第二个儿子 张学俊早年的学业经历较为丰富 1939年进入天津国立中学读书 1942年考入北平府人大学 1945年 张学俊到军统天津站下属的一个单位供职 在抗战时期曾加入军统担任翻译 负责与美军联系 1948年 张学俊受命迁移台湾 然而在台湾他过得并不顺遂 因其大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他受到牵连 并且由于他屡屡打听大哥的幽禁地 而受到军统内部的严密内控 不久 他就被军统调离了台北 一直到1964年夏天 因母亲受夫人半生日酒席 张学俊才有机会在台北与张学良见面 兄弟俩阔别数十载首次相逢 酒席上拥抱垂泪 悲喜交集 童年时的张学俊与张学良接触机会不多 但他心底对大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张学良在西安扣押蒋介石的壮举 让从小就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张学俊 对大哥更是充满了敬佩 可当他见到从前因姿凛然的少帅 经过数十年的幽禁 已变成白发老人时 内心十分伤痛 在这次难得的家宴上 张学良向张学俊讲述了自己来台北以后的生活 并劝他早日脱离苦海 像自己一样以皈依嫉妒为终生的信仰和寄托 张学俊对大哥的劝告心领神会 这次相见后不久 他就从服务多年的军统退役 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 他听信了大哥的教会 皈依基督与全家人一同受洗 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 1967年 张学俊举家迁往台湾 之后又曾回到中国大陆 1984年 张学俊病逝 享年62岁 第七位 妻子张学英 张学英出生于1924年 他的青年时期 正处于社会的剧烈变革之中 然而 与他的兄弟们相比 张学英的人生道路并没有那么顺遂 新中国成立前夕 张学英去到了台湾 在那里 他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生活的困境始终伴随着他 或许是时运不济 又或许是其他种种原因 张学英在台湾的日子 过得并不如意 后来 他又因平病交加 最终在香港离开了人世 年仅25岁 他的一生短暂而充满艰辛 没有留下子女 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第八位 八子张学全 1925年12月张学全在沈阳出生 他母亲是寿夫人 张学全出生之时 正值郭松林反凤 凤天内外动荡不安 张作霖甚至想迁居大连 火烧大帅府并把家眷迁到别处 而张学全刚出世 张作霖就接到前线打来电话说 郭松林已被处决 张作霖十分高兴 便给张学全起了个小名太平郎 918事变后 张学全随母迁居天津 1943年后 他由天津到东北解放区 迎口解放后在税务局工作 天津解放后 张学全退职回天津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1960年 荆州总理批准 他被安排在天津市55中学工作 他还曾担任天津区政协委员 张学全的一生 虽没有像他的兄长张学良那样惊天动地 但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价值 他早年参加了共产党 在解放战争中富商退伍 尽管生活贫苦 他仍积极面对生活 他的爱人马运兰在先锋幼儿园工作 他们育有一女 名驴琦 也在天津十二幼儿园工作 1991年6月5日 张学全夫妇携女儿来到邵帅府 参加张学良九十寿臣庆祝活动 并赠寿连四福 1996年 张学全在天津去世 张学全在历史的洪流中或许并不显眼 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了一生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 他依然努力生活 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综上所述 张作霖的八个儿子 从事于各行各业 并且有很多儿子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管是继续在政治场上工作 还是经商或者是当老师 张作霖的儿子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只是和张作霖相比 他的后人们确实还需努力啊